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體驗的心髓表現都算收貨 兩隻NATCHEN馬的彈一隻金采個人飲料一倍的馬 另一隻美麗笑聲就不知搞什麼 只有一口笑 兩隻NATCHEN帶我大師十倍包微二倍 可憲地是家應精神十四倍 如果總結一下 開落的成績 NATCHEN馬膽勝出了50% NATCHEN冷卻勝出了50% 聽起來都頗威風 這次賽事是星期三的開落 即是菊草開落 星期三賽事沒有高出賽馬 所以暫停人收 大家知道NATCHEN談賽馬的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肉馬和2隻NATCHEN馬 讓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繼續支持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的Facebook Post 來到一個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頁面廣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 按進去看看 看看資料 支持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都有影片廣告 不用在右下角 按Skip X 或者略過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有廣告有興趣 左邊有寫的連結 按進去看看 看看資料 支持廣告客戶 支持NATCHEN談賽馬 為頻道繼續營運 這段就是NATCHEN馬膽的影片 先說一下 今晚有沒有NATCHEN冷卻 我不肯定 我覺得四成機會有 一來季初讀馬 並不簡單 尤其是我看明晚的報名表 排位表 不簡單 所以 有靈感 就會出 沒有靈感就不出 我覺得有 45%的機會是會出 冷卻片 有55%的機會是沒有 這隻我的看法 如果有一隻我都會出 那我看看會不會 讀一下讀一下 讀到一隻冷卻片 給大家測試一下 每次都有一些艱形精神 大家都很高 那 估不論如何 這段NATCHEN馬膽的影片 首先我再重複一次 哪一件事 季初讀馬真的很難 不像季中 或者九月中尾 開始有些賽職出現 真是困難 如果你說季中 即九月尾 九月中尾 開始有些 跑過馬出來 我選馬膽可以很快 現在真的 並不選馬膽 說了這麼多廢話 都要選兩隻 一隻馬膽給大家 參考一下 第一場先是第二場 第二場先 大家知道 看到一個頻道 多知有些 跟開的買到 左思右上之下 他跟開哪一隻 即是喜進之星 和晉神 大家都知道 我都隨便跟開 左思右上之下 最後我都選了 晉神做馬膽 喜進之星也好 但最後選了 晉神做馬膽 晉神 不要說這麼多 他覺得這隻馬 46分是有分在手 46分是有分在手 這隻馬 首先第一件事 上季贏到馬 由57分減到49分 現在是46分 有分在手 這隻馬 以前我覺得 他是比較怕馬 不喜歡在裡面 攝來攝去 飛出大馬膽 衝是比較適合 但開始去上季季 季 不知道這隻馬 是否調好 還是怎樣 譬如上季季 這場晉神 裡面攝一攝一攝一攝 都肯攝上來 跑我第二 所以這次的一檔 我沒有以前那麼擔心 有這個田太陽 那場二檔 4月27號 我攝回來 跑第二 那當然這隻馬 我講了 他現在不怕攝了 有分在手 46分 但是如果你要挑剔 也有很多事情要挑剔 挑剔就是 配備有些變動 因為我交叉皮膚 除掉了 大部分場次 那些交叉皮膚 會依次除了 蘇兆 Fight Can 不知道可不可以 會不會受不受哪隻馬 不知道 但是如果 再讚一讚這隻馬 形勢可能有利 喜進之聲 彭彭聲 可能前面會 很幸運 不知道會上去 步足中等 或者偏快一點 應該 遵守第二層 或者第三層 一碟 都好跑 所以如果蘇兆輝 跟他搭檔的話 我覺得都 做膽 可以 找他做膽 配備的選擇 首先當地 減出七六喜進之勝 上季尾都很準 和潘明輝都搭檔 當文家良 都是搶功分子 四檔也好跑 試襲也不頑 但是加分篇多了 這隻馬 五十一分 你說入位難度不高 如果你買他贏 不是那麼容易 只要看場地形勢 拖拖先配腳 第二隻配腳 三毛前鋒 這隻馬 上季尾尾以我場 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他走的位 適合了 當日他那場 全程二跌 快步速 他有賺的 賺賺二跌 賺快步速 回去贏 可以的 可以的 水準可以的 加了六分 這次都好 有個二檔 當然 又是 網重 那些東西 但是拖拖 第三隻配腳 選了四號 紫雲兵 這隻馬 全世界都吹得很厲害 很多人都說 賢仔 又說厲害 很多人都說厲害 底質很厲害 你問我 上季尾贏 那一場 雖然不是很高 也不算特別高 姿態就好像很驚人 十一檔 飛出來贏 十一檔 後上 大後上 撲上贏 但水準不是特別高 場地也對 跑路線 直到中外檔衝 也對 所以 你說不是很厲害 我還未是很覺得 純數據上來說 你說暑假大幅進步 那我這些事情 我搞不到 暑假大幅進步 但是 依他上去尾贏 那一場 水準不算特別高 勵票拖一拖 所以這場馬馬 打過減8號勝勝 他的選擇三號 前鋒 四號至雲兵 和八號 七號 氣盡之聲 未到第二場次之前 講一下 Youtube會員計劃 當然 Youtube會員計劃 就是賽前的分析 賽前的分析 有四個會員計劃 很多會員純粹支持 厲害會員純支持 再加上 可用碼首選次選賦選 分享 現在開箱馬 我只放首選在Facebook 或者次選賦選 Youtube會員 才看到 超級會員 就有純支持 開箱馬 首選次選賦選 以及NATCHERNANQ 優先行 即是如果有一NATCHERNANQ 你今晚就看到 不用等於明天 我可能會是六點半才放上來 那你也知道 例如 家庭精神 你把六體定 覺得我講得有道理 一早就量定 你過關非 你不用臨急臨忙 我到星期日十二點多才看 有隻家應精神 我買不買好 那時候都 滾水六腳 所以 超級會員 就有個 正東西 就是優先行 最後 極厲害會員 就是 純支持 可用碼首選 次選賦選 優先行 所有場次計碼的分數 所有場次 所有碼計碼的分數 你都會看到 計碼 大家跟得多 都知道 有幾個參考性 雅曼家應精神 第一高分 第二高分 威妙性 跟著 不可黨和友友 那些全部 1點多分 都可以 大家有看直播 都知道 當然 所有場次 所有碼筆分數 就更加得心應手 對不對 好 那 Youtube人計劃 賽前分析的話 分享了 第二個場次選 第五場 第五場 馬膽 我選擇3號 人和家勝 首先第一 沈澤成訪問 都開到口 除了 他跟 我小弟 英雄所見的 同袖計碼 計碼 計得非常出色 華家應精神 水準高 在香港初出的水準高之外 沈澤成都說了一個重點 他今季會重用 剛剛贏了 現在還在物月期 人和家勝 移動 這次我想都 當位好 騎斯 跟馬房現在在物月期 騎斯上季 尾兩場都跑第二 都證明都 贏不到都隔檔 這次當位也好 上季尾那場 移動 前鋒那場 剛才前鋒那場 我都說了 前鋒那場贏的水準不錯 人和家勝 第二都不錯 當然他跟前鋒一模一樣 是賺了二疊 全程二疊 借到中海當 賺了一塊一部束 都是賺的 但是他加分加得少 今次又有個二當 也沒有騰操過 從化繼續做下去 帶到這季 絕對要選擇二檔 又和家勝做馬 配角選擇 第一隻 1號 國士無雙 上季尾贏那場 贏起晉之星那場 水準高 他是跑得對 巴道 如果你買了國士無雙 毒贏的話 那場 真的是 嘴巴道 跑到一流 因為當日直路中外檔好些 他一檔他不在裡面等 轉彎飛定出三調 有得這麼出色可以發揮 當日的巴道 我不是說美麗小星的巴道 那場的巴道真是精彩 那場水準很高 但是今次就 加分都加了六分 什麼一三五磅 排位去到九檔 很多不利因素 但是始終他上季尾贏那場水準高 那一定會好 第二隻拖的 就是四條男裝加好 這隻馬 都來到八歲 這隻馬有些特色 特色是什麼呢 初出都 通常都挺好的 今次有一個潘頓 有一個一檔五磅 都 你說好又得不好又得 即是博馬有些失運 剛剛 開來好像兩個第二 總之有些第二 第二第三 今次 男裝加好 你配到潘頓 有一個一檔 初出就勵好 但是八歲馬始終 一定有些路退 要打一截頭 你拖一直 你說太追捧了 就未必實際 第三隻配搭回九號 用盡齊心 這隻馬就 上季季尾 你贏了那一場 1650 就爆了 爆了三十五本 我覺得水準不頑 那一場 他跑的路線 亦都是跑得很適合 全程 二疊直到中外 當日的路線 是對的 但水準一點都不頑 就是二場賽事 今次 上次只加五分 就比較好 但今次 你始終要縮程 是難搞一點 所以拖拖拖拖拖拖拖 看看有沒有些 比較好分頭的配角 所以這場 是馬馬 男三號人 加成配角選擇 一後各時無雙 死路難莊 大號 和九號 用盡齊心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分析 喜歡我的畫面 讚我和分享我的影片 給朋友觀看 去宣傳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異常不惜 也記得在範片中留言 其實簡單支持 的話 也支持我 可以留給她的youtube 相當高興 如果多點回覆 youtube更加了解到 我這張非常欧洲的頻道 是否會憑她的顯示法 會推廣影片 逼更多youtube的朋友看 我便會高興 大家知道 現在我來的渠道 會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張初試 8分鐘之前都會說 熱而不過碼 月結集前落飛碼 隨年新運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取這些訊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chain談載碼 來到我的致電Post 留言 會更快覆覆一些有關文章分析的訊息給大家看 在網上參與 或者你去按這個Netchain談載碼 看出一個漢古笑group 進入之後你都會知道怎樣聯絡 去拿一些文章分析的訊息 最後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in談載碼 按訂閱 免費訂閱加 以及按下鬧鐘 我送我的新影片 給我通知 或是Notifications 等一時間知道 當然剛剛圖中講的YouTube會員賽前分析的話 大家都可以積極參與 去多多支持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記得往前後一點點 拜託 去到 Allahu Akbar 就夠了